巴尼一家生活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普茨茅斯 巴尼希尔,1923-1969,是美国邮政的员工 而他的妻子贝蒂,1919-2004,则是一名社会工作者 贝蒂也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一名社团领袖 1961年9月19日这天晚上,希尔夫妇从他们所度假的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驱车前往自己的家中 据他们回忆,在10点15分到达兰开斯特的南部的时候,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亮光 巴尼最先发现月亮附近出现了一道亮光 随后他让贝蒂注意那道亮光,起初他们以为是颗星星 但随后他们发现那道亮光在运动 巴尼试图让自己认为那道亮光不过是颗卫星或者一架飞机 但该物体的外观却不像所有那些已知物质 贝蒂的一个姐姐曾在几年前见到过一个UFO 这使其确信空中的亮光不同寻常 于是他们停下了车,放出他们的狗让他自由活动 自己则下车用双筒望远镜观察了片刻 等他们开到南边的一条孤零零的运送木材的道路上后 那个不明物体的形状变得更加巨大 同时不时向吸运动然后再返回 巴尼再一次停下了车用望远镜对其观察 此时他已经能看到其叠字般的外形 以及从一排排的窗户发出的彩色灯光 甚至还能清楚看到窗内的人影 巴尼感到害怕并逃回车内 然后他们发动了汽车迅速离开 在这之后,他们看不到发光物体 但却听到一阵嗡嗡声总是伴随着他们 他们开始感到了一时模糊 等他们再次清醒,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他们回到家时,发现巴尼的鞋子出现了破损 背地的裙子也有撕扯的痕迹 他们的车上还出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痕迹 21日,他们向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 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据一个不确切的来源称 空军基地的雷达也曾在20号探测到了未知物体 在这起事件之后不久 背地接连几天做了他们这次经历的噩梦 在梦中,他和他丈夫被抓入了飞行器内 并被外星人检查 他将其梦写了下来并告诉了他的丈夫 之后的几天,背地去了当地的图书馆 阅读了一些有关UFO的书籍 通过这些书籍所附的地址 他将其经历以信件的形式寄给了国家大气现象调查委员会 最终一名名为瓦尔特韦伯的工作人员前往采访了他们 此人在几小时的访谈中发现 西尔夫妇不能描述他们在那失去的两小时内的遭遇 回去后向NCIP写了一份长篇报告 第二年,巴尼的高血压和溃疡复发 医生诊断这主要是由精神问题引起的 于是1963年12月14日 两人便去拜访了著名的波士顿精神病医师班杰明西蒙 西蒙对他们进行了催眠 在催眠中,二人回忆起在那两小时内 自己被劫持到了外星人的飞船上 不过在巴尼的记忆中 由于恐惧和愤怒 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闭着眼睛的 为了研究 夫妇二人被分别带往不同的房间 据他们的描述 这些外星人 同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中的小灰人外观差不多 同样是类似人类的双手双脚 眼睛更大 鼻子和嘴要比人类小 此外二人还回忆起一些 关于他们遭遇的细节内容 诸如外星人都对他们做了什么检查 更重要的是 据贝蒂回忆 外星人首领向他展示了一幅星图 这份星图包含了其所在星球的信息 在催眠状态下 贝蒂将这幅星图画了出来 不管怎么说 在催眠治疗之后 希尔夫妇的精神逐渐恢复正常 其二人的经历也通过各种途径为大众所知 如1966年的畅销书被打断的旅途 1969年 巴尼因脑溢血 46岁便撒手人寰 希尔夫妇在催眠下所说的这些令人吃惊的事 是真的吗 西蒙博士认为 他们两人可能遇见了未曾体验过的空中现象 在强迫自己理解丧失意识的那段记忆的动机之下 将这种非常合理的体验扭曲变形 换言之 希尔夫妇的经历事实上是一个白日梦 贝蒂的证词和已记录下来的梦境象征有很多相关之处 例如 在贝蒂的要求下 外星人给了贝蒂一本写着奇怪信号的书作为接触证据 但是又收回了 这很可能和贝蒂童年时被严厉的母亲限制阅读有关 而且 在绑架事件中还有一些不合逻辑的地方 比如 外星人对于人类所经历的时间观念很好奇 甚至请贝蒂为他们定义老年期 寿命何年 然而 1969年的夏天 一位住在俄亥俄州的理科教师费修 从他们夫妻的话里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线索 费修依照贝蒂所说的外星人的样子 猜测他们应该也和人类一样是碳水化合物的生命体 因此可以推论他们的行星和我们的太阳系有很多相似之处 天体图所标示的星星 应该是距离较近的星星 于是费修反复研究资料 做了一个以太阳为中心 附近一带的恒星系的立体模型 结果这个半径在55光年以内 由46个恒星组成的模型 简直和贝蒂所画的天体图一模一样 就在太阳系中某一特定的方位 根据这个立体模型来看 中间的大型恒星是亡古座的I星 紧邻在旁边用线连接着的世星 且贝蒂所画的其他星星 也都和天文学上的论据一样 一点而出入都没有 为了慎重起见 费修向帕基斯天文台的 怀特密歇博士请教 以确定星星的位置 结果证实丝毫不差 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在贝蒂所画的天体图中 标记CISA86.1、95、97等星星 在当时还尚未被世人发现 但是,过了两年 三颗星中的两颗星 才被世界天文目录图片刊登出来 而且与贝蒂所画的原图十分吻合 剩下的最后一颗星 当时天文学家都认为无法找到 但1969年 这最后一颗星也被天文学家找到了 而且方位 距离都与贝蒂当初所画完全一致 对天文学一较不通的贝蒂是怎么得知的呢 这至今仍是一个谜 须知 这时离贝蒂画出的星座图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 这不仅证明了飞碟和外星人存在的可能 而且 也向我们提供了我们不知道的信息 自此 贝蒂希尔 被人们称为不明飞行物第一夫人 2004年10月 贝蒂希尔逝世 享年85岁 希尔夫妇绑架事件的最终本质仍值得继续争论 但是 自这一事件之后 对于外星人接触事件的描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外星人不再是来自太阳系的不同行星 带来和平和博爱信息 善良的太空兄弟 也可能是带有目的的人体实验者 两声的最终本质物 '